TVB捧港姐做歌手,连热门剧集主题曲都给她唱,堕落的开始。 乐坛新势力正在崛起,TVB捧港姐做歌手。 相比同届港姐,她在TVB的心路发展不仅平稳而且稳步上升。 今年剧集不算多,也不是做女主角的她,居然还有份提名事后,离一线花旦不远了。 TVB捧集要碰她,不仅做演员,还要做歌手。 黄欣影记之前在群星公照,BigBig Channel开进口后,演唱王菲金曲,约定,粉丝对于她的歌后很惊喜。 TVB趁着势头,在让黄欣影和其他港姐合唱台性巨匠模的主题曲到此游。 在MV里,明眼人都知道,除了黄欣影,其他都是扮舞。 黄欣影出镜时间最长,跳舞一直站中间位置,且衣着依照其他港姐性感。 说好的TVB向哪里呢?原来是因人而异。 在新的一年,TVB为让黄欣影更深入民心,安排她演唱每晚八时播出的处境巨爱,回家之开心宿地。 其实一直都是纯音乐,如今突然有把女生,按照这个趋势,黄欣影离出个人专辑不愿远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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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